环境部分的话,第一个 我们的Spider,如果假设你不是放C别的Python384的script 就这个路径,C写线Python384的script 这个路径的话,那修改怎么修改? 第一个的话,请你直接按右键 然后我是建议你可以用一个编辑器 当然如果你没有编辑器,你可能用记事本也可以 反正就是它虽然是EXE,可是实际上它还是可以把它用文字编辑器打开 然后文字编辑器打开之后,它最下方会有一个路径 你就修改那个路径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Notify++,它好处是打开之后它比较好编辑 甚至有些程式也是用Notify++写的 如果你电脑里面没有装这个软体,比如按右键没有这个 你可能要另外自己到Google上面去下载 关键字就是Notify++ 你也许就打Notify++下载 它蛮好装的,下载之后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就安装好 安装好之后,按右键就有这一个选项了 OK,然后把它按右键 Edit with Notify++ 然后打开之后的话,它就长这样 如果你要把画面缩小放大的话,Ctrl加,Ctrl-减 Ctrl-的话,它就缩小 你不用记那么多了,我是建议你刚才记一个部分 打开之后的话,直接把这个路径拉到最下面 就是这个卷轴,直接拉到最底部 最底部的话,应该可以看到那个路径 这个路径的话 它应该在哪? 有没有看到? 拉到最底部,你可以看到这个路径的位置了 它刚好就在这个的 在这里,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C冒号斜线 然后Python384 这什么呢? 这边有一个叫PythonW.exe 主要这个路径,所以你要修改 如果你假设这个路径,可能 我一直好像,我不记得,好像是D吧 D冒号斜线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C冒号斜线 这样的存档,打开就正常了 甚至如果你假设要放另外的地方 也是一样,修改路径就可以了 因为主要它开启的时候 就是要认这个位置 底下需要有一个程式 就这个程式 叫PythonW.exe 这个应该我看一下 这个在我们这个程式底下 应该就会有 在Python这边 在这里 在这里 这个 主要是利用这一个 这个程式去开 如果找不到,它当然就会失效 大概是这样而已 其他的话 应该就比较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 原则上我们一样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script打开 然后找到那个spyder这个路径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呢 今天也许我们就是先来练习第一个部分 所以待会也许 请各位到云端上面有讲义 讲义我是放在云端白板 云端白板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第一阶段 这个环境就跳过了 我们再看第二阶段 那未来的话 我们相关的这个补充资料 包含就是类似讲义 那你们找一下云端白板 我把它发云端白板上面 找到第二个单元 02 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那里面的话 今天呢 因为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写一个 从最基本的程式写起 了解 在拍 假设环境打开之后 我要写一个最基本的程式 什么样的程式 最简单的 有点模拟那个 把那个 Python模拟成一个计算机好了 那计算机有加减乘除 等等的功能 类似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写一个程式 就是把 A跟B加在一起的话 这个颜色我刚刚改过 每个人是黑白的 所以有时候每个人习惯不一样 如果你习惯是 那个黑底的话 那用18E的Dark 不过每个人好像真的习惯不同 我看有一些之前上课的同学 就用黑白的 不过我说真的 自己还是真的不太习惯 可能因为以前 用的环境大部分都是白底居多 然后 所以 当然这个自己再去调整 那比如说呢 我今天希望写一个程式 就是把A跟B加在一起的话 很简单嘛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就是在开一个新的 开一个空白的文件 所以以后的话 当然开启Spider之后 如何写程式 首先第一个 它预设已经帮你开一个什么 temp.py 那你会发现 这个temp就是它的档名 预设档名 所以将来你如果要存档 你可以定存新档 没关系 或者另外你可以开一个新 新的文件也可以 按一下新文件意思就是说 你就又开一个新的程式了 那上方有一些注解啦 我是建议上面的注解 可以把它删掉 这个其实注解不太需要 OK 那里面的话呢 请各位先练习一下 就是说 我们要写一支简单的程式 那跟各位讲一下 其他的语言第一件事就是了解变数 那一样啦 不好意思你也是一样 不过其他的语言 都需要先宣告变数 的包含名称跟它的形态 有没有 但是喔 Python还蛮妙的 Python不用宣告 特别是喔 Python如果你要使用变数 是不需要宣告变数 那你想说 那我不需要宣告 那我怎么产生一个变数 在记忆体里面呢 很简单 你只要怎么样 把那个资料放到那个变数里面 就产生了 比如说呢 我举个例子 像我们这边喔 假设我要产生一个A 这个变数 然后呢 它里面喔 我要放一个数字 A等于3好了 OK 这个叙数写完之后的话 执行喔 它就会把3 这个等号实际上就是 把后面的这个3的数字 放到A里面 那于是呢 我们就产生这个变数 就叫A了 那里面放什么呢 里面就放3 那它的形态是什么呢 因为你放的是整数 所以呢 这个变数的形态 就是一个整数型的变数 也就是说呢 你第一次放什么 资料进去 这个变数呢 就是什么形态 所以如果你假设吧 如果假设你放一个什么3 前后双引号 然后它放进去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文字的一个形态 那如果你假设放5 假设3.5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 有小数点的 就是浮点的一个 一个变数了 那目前最重要的不外乎 这三种 就是什么 整数 然后再来就是文字 然后再来就是有小数点 OK 基本上呢 这是最基本的三种 这个形态 变数形态 那也许呢 我们先简单 我们先用3好了 然后再产生一个b b等于5好了 那如果我想要把两个加在一起 很简单嘛 就是前面再加一个变数 叫ANS ans ans 等于a加b 那如果我要把a加b的结果列印出来的话 我可以写成什么 printed printed 就是把结果输出 把ans放进来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程式写完 假设我们写最基本的四行程式 那如果你要把它执行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直接哦 上方有一个 一个run 就是play 执行它 或者按F5也可以 那执行完呢 你们可以看哦 它会执行到右边 直接把它执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 run的结果呢 就会产生一个8的这个数字 就run出来了 OK 那可是你想说老师这个看起来不太清楚耶 最好是什么 比如说你希望是计算结果冒号 然后8这样 不然的话 你现在输出一个8在这里 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清楚 这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你想说老师这个字太小了 我没办法把那个编辑器的字放大 可以啊 很简单 其实跟那个northway加加一样 ctrl加按住再加加号 有没有 这个就放大 那说小的话一样 ctrl加按住再按减 加减 加减 其实可以放大 这样子 OK 那第一个啦 请各位先写一个这样的简单的程式 那基本上应该在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了 就是类似像这样 那这边的话多一个就是结果 如果我今天想要在这边说出一个结果为8的话 那其实一般习惯是前面加一个什么 结果 结果 然后north 这样 然后一般串接符号 一般的程式串接一般是用and或者加号 这边用加号 加上后面这个 那当然我希望在这个输出结果前面就多一个结果 一样 这边可以按ctrl加 这边也可以放大 这边放大 这边输出结果就8 你会发现如果在这个前面加上一个结果冒号串一个8的话 执行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错误 什么样的错误 执行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没有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而是出现一个错误 那请各位要慢慢习惯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右手边这个错误的话 有没有 type L 冒号 你就要知道说 原来 奇怪 我每次 这个type L 冒号 那顾名思义 他意思跟你讲说什么 type type是什么 资料形态 L的话就错误 意思说 你这个资料形态错误 哪里错 你看一下 这边哪里错 他后面有个叙述 其实有时候你如果不知道哪里错 看一下后面 他说 他说可以串接两个 str 就自串 就文字的意思 什么 nots int 所以他给你一些现准 nots 不能是int int 就是integer 就是整数 不能够是整数 所以我还跟你讲要怎么做 to str str 后面其实叫ing str 指的是文字 意思 就是说 你要串接的资料里面 不能够是整数 只能够是文字 诶 这什么意思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主要关键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把这两个加在一起 他这里面放多少 放八 那这个八的话 这辈子 跟旁边的这个八 有没有 一不一样呢 一不一样 应该不一样吧 OK 意思是说 他如果加完的话 因为呢 你是把两个整数把它加在一起的结果 那一定加完之后一定还是整数 那可是如果你将来要串接 比如说我结果冒号 要串接一个 假如说这个是 这边是文字 对不对 后面的话记得哦 你不能给他一个整数 那你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这个八 转成这个八 然后呢 再放到这边来 就不会出错了 也就是说 假设你要串接的话 一定两边都要是文字 才能够串接 OK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他已经有给我们提示 就是tool3 怎么样叫tool3 就是转换成文字 那也就是把这个 ANS 这个 ANS 外面包一个STR就可以了 STR 然后外面包在这个ANS外面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怎么办 帮我把那个八 转换成 这个数 数字八 转换成文字八 再跟这个结果冒号串在一起 那这样的输出结果 就会是 我们要看到的 结果冒号八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外面切完给各位 好 所以先试试看 把那个 至少了 开启spider 第一件事 所以今天的话至少了 我们用一个懒人包的方式 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 环境先建置起来 OK 那至少我们 就可以run 就是python的程式 那第二个的话 写一支简单的程式 并且了解一下 就是说 那个资料形态 的转换部分 尤其是如果你将来 两边 两个字要串在一起 记得就是 形态是 一定都要是文字 不然的话 它一定会跳出 那个type air OK 试试看 我们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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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好 我们下来的 我们下来的 这个东西 我们下来的 但是我们下来的